全美規模最大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遊行 在首都華府憲法大道上舉行 更有來自美國各地的遊行隊伍 以及數以萬計的現場觀眾參與 華府榮光聯誼會與僑胞也組隊參加 一塊去看看 今年邁入第十三屆的陣亡將士紀念日 大遊行開始前 代表退伍國軍 參加的華府榮光聯誼會會員們 精神抖擻的扛著大型中華民國 與美國國旗抵達現場 老兵們熊揪揪氣昂昂 希望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做最好的見證 而身為國軍子弟 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代理主任 盧雪香也特別從加州趕來參加遊行 我覺得中華民國的國旗 能夠表現現華大道上是很重要的 要讓這個真相 歷史的真相 讓人家知道就是中華民國的成立 跟他的繼續是要有人去做的 我是其中一個成員 已經來了十年了 那他們走這個憲法大道運走了十五年了 我們今天全國所有的人都有這個責任 去證明這個國家的存在 今天我們二者參加 證明台灣現在講的一句話 要大家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這是最好的表現 十幾萬人在參觀 全美國有八千萬在電視上看這個 這是一個最好的國民外交 我們無語無求 我們只求為我們的國家做一個見證 我今天在這講 不管將來怎麼變化 此外大華府台灣同鄉會鄉親也以自製花車加入大遊行 感謝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為國捐去的美軍將士 這次的花車都是我們自己設計 從設計到完成 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沒有去租花車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花球是我自己做的 我做了440個那個花 然後再慢慢把它黏上去 是會了好多好長好長的一個時間 然後這個揮機是我們從台灣買的是F35A 從台灣郵寄過來的 然後他就是因為代表 代表美國 美國跟台灣的一個關係 大遊行開始之後 在美軍各軍種儀仗隊前導下 遊行隊伍依據歷史順序 從獨立戰爭開始一直到當代為止 如同演繹一部完整的美軍史 部分艦載的二戰老兵 更作為遊行榮譽理官 接受人們的歡呼致敬 數萬名民眾在憲法大道旁 為遊行隊伍加油 氣氛相當感人 管理台上貴賓包括美國軍方官員 各國駐美大使以及五官等 而駐美副代表李光章 以及軍事代表團副團長等官員 也在其中 今年是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百週年參加二戰七十五週年 以及越戰五十週年 估計全美有數百萬人 透過電視轉播觀看了遊行盛況 臺灣網領事王陽 美國華盛頓採訪不到 既延大視 非常親密集 口互看